大家看一下这个番茄啊 你看这是第三层花 落的基本上没有了 这两个基本上也保不住 然后在第一盆果 二盆果都还不错 就第三盆果出现了问题 到第四层花的时候 我们再看一下 第四层花 看问题也不是太大 那么什么原因造成 这个第三层果出现了问题的 出现了个落花落果现象的 出现这个落花落果 在这个约冬茶番茄 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有时候你稍微不注意 就出现问题了 一般情况下 一个是低温寡照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第二个因素呢 就是说我们为了保证温度 有时候呢 这个排湿效果并不好 造成了这个棚室内湿度过高 湿度过高以后 也会导致这个落花落果 这种现象 那么如何去避免呢 有时候这个天气因素 我们人为了没法去改变 是吧 但是呢 我们想办法尽可能的提升温度 实在没办法了 这个是建议啊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调节剂 好比说云台素 那个植霉酸 然后那个银朵胰酸 复配的这个调节剂 包括用云台素 植霉素 复配的调节剂 去喷雾 因为出现落花落果了 证明这个作物是生长不良造成的 所以说呢 我们用调节剂 去给它 通过外缘 去给它补充 调节它生长 这样的情况下 可以有效的去降低 这种落花落果 这种产生 这个是你的调节剂 嗯 以上